主持人 請你幫我精采過 她每天下班的時候 一定要跟朋友打個兩將或三將 因為她後來結婚了 現在要想要生小孩 發現她沒有那麼容易受孕 晚睡早起根本就是 每天熬夜 睡眠不足 對女生的影響就是說 她整個的荷爾蒙濃度會下降 她幾乎是不排卵的體質 那男生其實也會 男生也會不孕 其實會不舉啦 不舉 他怨得還嚴重 對 等一下 早睡早起身體好 晚睡晚起人變糟 教你睡好顧健康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所以我們一直在說 生活作息當然很重要 早睡早起身體好 對 以前年輕的時候不信邪 可是現在要注重養生了 就真的是早睡早起 現在才悔改自己了是不是 對 真的 但妳有幫她早睡早起嗎 盡量 就小孩配合的話 就可以早點睡 但偏偏事與願違 有時候是這樣 所以妳看我們今天一開始 我們在字版上面就寫 早睡治白病問號 晚起就傷健康 對 當真有這件事情嗎 這不是反映出現在的人 生活作息不都如此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我們這邊真的也幾個 跟妳的睡眠時間 我們有關的問題 來稍微大家探討一下好不好 來看妳第一個 好 說到了早睡早起身體 真的比較健康嗎 當然喔 從以前農業時代下來 就是這樣 來 圈插牌 請選擇 只有一位 你們不親開 那當然啊 妳知道聲音詞奇抵弱 對不對 只有妳啊 因為這兩個一定都是晚睡的人 沒有… 我也是晚睡 我都是很晚才睡 就是五六點睡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身體狀況沒有很好 妳五六點睡妳在幹嘛 哪一個五六點 早上五六點 清晨啊 對啊 早點睡嘛 妳在幹嘛 就睡不著啊 這是不是那個晚睡晚起的 但是我知道這樣身體不好 因為我曾經就是早睡早起過 早睡早起我通常都會在 就是十二點 晚上十二點跟凌晨一點之前 一定要上床睡覺 這算早睡 對啊 對啊 早上就是十點 因為我覺得十二點到兩點 這個時間的那個身體的 恢復的那個 修復的能力比較好 這個時間 所以最好是 可以在十二點睡著是最好的 但是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那麼快入睡的時候 我會大概一點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有這樣子實施 那妳那時候早起 跟現在的那個生活作息 妳的精神狀態啦 健康狀態差很多嗎 有差很多 而且我覺得整個 新陳代謝變好 而且那一陣子我覺得 我的皮膚特別漂亮 對 就是 新陳代謝好 對 就是 就不會按 為什麼潘老師還 蘇花特別旺 蘇花還沒那麼旺 對 漂亮 可是妳說整個精神 還有學習的能力呢 就會比晚睡還要好很多 對 那當然就是那個睡眠的時間 也要夠長啦 那七到八小時 對我來講才是夠的 親身經驗 這親身的啦 對 我是覺得早起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盲點 因為妳譬如說 早上七點又起來 妳差不多到中午十二點 一點妳就累了 因為妳醒來的時間太多了 有可能 那妳倒不如就睡晚一點 所以要睡午覺啊 睡午覺很好的 然後妳就 妳睡晚一點 譬如說下午起床的話 妳就覺得一整天 活動力都很旺盛 妳不會有累的時候 反正當妳累的時候 又到了要睡覺時間 對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差不多是這樣 對 人生都在睡 來… 馬姐 我覺得早上起來以後 因為沒事做 朋友是Eason跟小Call嗎 對 妳要聯絡什麼朋友 大家都 那到晚上半夜 大家都還清醒的 只要我早上很早很早起來 到八 九點 十點 我真的就累了 那妳精神不夠嘛 對 那妳到那時候一定會累 所以妳現在都算是 很晚睡 我都很晚睡 很晚起 很晚睡是幾點 十二點 沒有 兩點 八 九點老太太 其實我從以前 我大概像他們 20歲到現在 我都是四點睡覺 因為以前我們的 以前我們的歌廳 唱到半夜兩點 這倒是 所以妳回家 卸妝啊什麼的 就四點了 對 然後後來呢 沒有歌廳的時候 但是因為我的爸爸媽媽 需要我照顧 所以我每天到忙到十二點 他們睡了 我才有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就很喜歡 晚上的那一段時間 做自己的事 妳就會放鬆嘛 所以大概也到四點睡覺 一直到現在 家中的朋友 對 到現在晚上十二點一點 家裡面沒事做 還會拿秀場衣服出來 那就是一個習慣 妳懂什麼 自己唱一段 自己戴著鏡子 對… 還要買個娃娃 這太恐怖了吧 好 所以有關這一點 來 王醫師 早睡早起身體 真的會比較好嗎 理論上是會比較好 大家聽到小Call提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 你睡眠的時間夠不夠 然後就這樣一個 醫生的一個重點 你睡眠的品質好不好 如果這兩個重點也符合的話 基本上早睡早起 一定會比晚睡晚起 比像馬斯利這樣 四點睡到隔天的十二點 一定會比較好 對 其實我給大家一個觀念 對… 他們美國的研究 大概一般人大概睡七到八個小時 對… 那日本人的研究大概是六到七個小時 對… 所以基本上一般睡眠的時間基本上 如果你夠的話 那你品質夠的話 其實六到八個小時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這個品質夠有一個重點 我們都希望 不管是西醫或中醫 都希望大家能夠在十二點到十點之前 能夠睡著 因為十二點 一點 兩點 這個時間之內 基本上是我們身體修復最棒的時間 中醫叫肝膽嘛 對 其實在研究發現 其實因為半夜三點 是身體很多激素分泌的高峰 那這個高峰 其實是要在黑暗中才會進行的 沒錯 它有任何光線刺激它就會抑制 像什麼 我們睡眠最相關的 大家都知道 對 一點光線就會影響到它的分泌 那長期你就更會睡不著 所以為什麼到四點才會想睡 因為三點它其實沒有分泌 到四點你是整個虛脫的去睡 就像身體很渴很渴才給它睡 其實狀況不一樣啦 對 是這樣 所以你剛剛說早睡早起跟晚睡晚起 如果相同的條件 早睡早起比較健康 還是比較健康 它的好處 來 再過來 像小Call跟Eason 為什麼他的身材 都是屬於這個 男生跟女生裡面偏矮的 我跟妳講我月姬是 小學四年級就來了 而且是因為我爸媽都矮 來… 你小學四年級月姬來 你不用講好不好 一定要跟大家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很重要 在我們C的研究理論當中 你十二點到一點兩點之間 你在分泌什麼 所以你在青春期之前 這時候如果你沒有睡著 你生長激素不夠 你基本上你就會長不高 那馬姐怎麼說呢 馬姐小時候睡很多 馬姐小時候睡很多 我一直這樣講 我相信是真的 因為其實我在十二 不是十二 二十歲以前 就是我沒有進演藝圈之前 我的生活都是很規律 因為我們家管得很嚴 一定是十點鐘就睡覺 對 真的喔 對 至於到十八 十九歲 我就已經長得很高 對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你怨恨很深 不如你家裡的管制 你就每天四點才睡 我很慶幸 我在長高的時候 我家管我幾天 應該這樣 所以真的就長起來了 這第一個 當你年紀大了之後 當你在十二點 一兩點有睡覺的時候 你的生長就會幹嘛 會讓你身體修復 你的身體才會健康 才說 而且那個時間你有睡的話 我說實在 你只要睡六個小時 一定抵得上 你們其他時間睡八個小時 但是如果是以早上起床的話 有沒有 你當然說是晚上睡覺時間 對 早起那個時間大概是怎麼抓 是比較好 古時候人有個概念 你不要日上三竿 還沒起床 一般來說你十點之前 一定要去起床去曬到太陽 因為剛才其實彭醫師有提到 那個 當你早上十點之前 你有去照到太陽之後 它會抑制你本身的 你的退黑激素不會分泌 可是它會啟動一個 你十六個小時或十八個小時之後 你的退黑激素會很高 晚上分泌就對了 對 晚上才會分泌 所以你如果太晚起床去曬的話 它會晚一點分泌 那分泌的量又可能會減少 那反過來 為什麼老人會睡得少 其實也跟這個退黑激素有關係 因為它老的時候什麼都退化 它飛得又少 它本身那個弧度的濃量又不夠 所以為什麼老人會早睡 其實是有一些原因的 當然所以為什麼 剛才提到說 太早睡有點像老人家 但基本上其實那是一種 保護的機制 所以說你十點之前能夠起床 能夠去曬到太陽 曬到太陽 那你整個晚上的時候 起來精神會好 那個退激素會讓你 身體會產生很多 心情愉悅的感覺 所以說太晚睡的小朋友 我告訴你 真的你 我跟你講 那中醫的看法又是如何 其實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是生在這個 宇宙萬物之中 所以我們可以順著這個 太陽的這個運行 來做睡眠時間的調整 二十四節氣 對…意思就是說 像比方說春夏 我們日照時間比較長 對 所以你醒的時間可以比較久 這個時候你可以晚睡 甚至早起 所以你醒的時間可以比較久 但是秋冬呢 因為是要時間減短 所以你變成說 你就是要睡得比較久一點 比方說晚上我們一直在強調 為什麼說十一點 其實九點之後 睡覺是很正常的 這個時候是我們身體 排毒的一個時間 就算不睡覺 我們還是建議會做一些 比較靜態的活動 或讓身體休息 因為這樣才能夠很順利的排毒 那到十一點之後 身體是走到這個膽經 這個時候如果說我們睡覺的時候 它所有的血液 會回到我們所謂的膽經的身上 它就開始進行 所謂排毒的工作 對… 所以中醫的理論 是這樣建議 我們身體它是有一個 自動的規律 如果說可以 大家是很有閒的話 最好就是 十二點以前睡 那夏天你可以晚一點 比方說這一點極致了 真的不要超過一點 對… 一點很寬鬆 我是中醫 那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十一點 尤其是秋冬的時候 十一點是最完美 對 最完美的時候 那起床的時間也是很難 那起床的時間 白天其實五點以後 不要像王醫師太早 五點半 五點半是可以的 對 對啊 天還沒亮你就醒過來 這樣表示說睡眠品質 也不夠好 對 除了我們 還有一個叫做松果體的東西 它分泌的一些激素 會根據你入睡跟起床的時間 做調整 那它跟我們的腦內核的 一些分泌有關 它跟我們的情緒 免疫力 還有身體的一些修復的功能 跟激素都有關係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 其實是運動 運動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它那個彈性變得非常的好 身體的彈性越好的話 你就不用拘泥在某一個時間 你一定要去做什麼事 讓我們的身體 就是可以很彈性的調節 你本來的作息 這其實是最好的方法 對 但是早起雖然還不錯 你有一個固定的時間概念 對 但是如果有一些早起 它就會傷健康 夏天的時候 因為太陽比較早升起 所以你五點半起床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 這個時候你突然從溫暖的被我起來 那個溫差 你有可能血管會一下收復 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會增加 會突然在早上腦溢血 這個要很小心 所以不要以為 一律早睡早起是一個原則 千萬不是 看你生活的作息 看你長期的規律 我覺得有自己睡眠的規律 比方說你每天都要三點半起床 那盡量就是可以十一點睡 三點半起來之後 中午一定要補眠 在中午我們講說 心氣最旺盛的時候 可以小睡個30分鐘 可以讓整天的那個精神 跟你的荷爾蒙 恢復一個平衡 這麼小氣喔 這個睡30分鐘 對啊 大概睡不早 也不會 不是睡越久越好 對 沒錯 補免有補免的原則 我們等一下會好好的討論一下 好 來 接下來問題2請看 好 就來看看 就所謂的睡迴龍覺 會讓你精神更昏沉嗎 來 會不會讓你精神更昏沉 選擦 請選擇 一層茶 因為就是因為你起來以後 然後譬如說上個廁所 然後我通常都會吃一點餅乾 什麼的 讓嘴巴嚼一點東西 吃餅乾一早 你上個廁所就回去睡 你起來這樣做還要吃東西 你在廁所有放餅乾是不是 你上廁所跟吃餅乾 你覺得餅乾 對 你只要睡起來的時候 你嘴巴就會很嘴殘 你就想咬東西 你什麼習慣 我就會咬一些零食餅乾 咬一咬後 然後我就會算一下 待會要做的事情 如果他不是很趕的話 我就一定要睡回龍覺 因為回龍覺除了 就是我感覺全身就是 真的有在睡飽之外 心理上也比較安心 充電的感覺 對 就覺得說 對 我今天非常的飽 所以不會昏沉 是更好 對 是更好 很好 來 馬姐 你會更昏沉 我會覺得更昏沉 因為我就說 有的時候我很早起來 起來以後發現 才8點 那我想 看一看電視好了 又很無聊 所有人都沒起床 那我就想說 那8點 那我算一算 我昨天睡覺的時候 到現在大概才睡六個鐘頭 好像不太夠 那回去睡覺好了 太無聊了 沒事做嘛 我跑回去睡覺 我那天 就算再怎麼睡 越睡越昏 睡到我就說 好不舒服喔 全身腰痠被痛 頭昏腦髒到起床好了 那我一整天都是 頭昏腦髒 妳怎麼會這樣 對 我就是不能睡回龍覺 我一睡一覺起床 我就要起床了 就起來 再累都不要再睡了 再累都不要睡了 小Call也是這樣嗎 我剛剛舉錯了是差 舉錯 頭昏腸的 沒睡法 妳是不是現在想睡了 那妳有沒有想睡 是我看錯了 我覺得回去睡回龍覺 不會更昏沉 因為我通常 如果起來的時候 會有點昏昏的 就是代表說 我的睡眠時間不夠 然後我如果往前推的話 我只睡五六個小時 我應該要睡滿八個小時 應該還要再回去補兩個小時 我只是不小心 可能被一個夢驚醒 然後這樣我覺得 我的頭有點點暈暈的 我必須還要再回去繼續睡 我把時間睡飽之後 我才會覺得我今天 很有那個元氣 所以我是覺得 不會更昏沉 所以像妳們不會更昏沉 還OK 有很多現在的媽媽 上班族有沒有 對 會 她那個譬如說六點要起床 為什麼幫孩子做早餐 對 然後弄完送孩子上學 對 孩子七點半到校之後 怎麼辦 九點才打卡 回家再瞇一下 對 妳瞇得早還OK 妳一個半個鐘頭 一個鐘頭都好 萬一瞇一瞇 像馬姐這種體質疑迷 更昏沉到公司 打卡還打錯卡 對不對 妳怎麼辦 可是還是照咪啊 還是照咪 妳就常遇到這種狀況嗎 對啊 可是每次 一回去就會做噩夢 對 昏沉的過程當中 就會做噩夢 就睡不好 夢到播新聞來不及 夢到被什麼鬼追 是 這類的 沒錯 就是會覺得好像 有很大的壓力 壓力 怎麼會有 先關心 彭醫師正確解答是什麼 好 先講一下 所以回容教會不會讓 精神跟昏沉絕對會 對啊 絕對會 對 這是有研究的 美國有研究過 就是回容教它有個定義 就是說你睡醒之後 你已經睡飽了 你再回去睡 這叫回容教 所以剛剛Eason跟小空 那個叫做 賴床 就是你們兩個年輕 年輕人 對 所以你是睡眠不足 睡眠被中斷 那是兩回事 因為你睡眠不足 如果你在睡回去的時候 它其實是把棉把它補起來 那不一樣 那回容教就是說 你已經睡滿 你需要的六個小時 一個完整睡眠之後 你又硬讓自己 睡個一兩個小時 那你一定整天 然後會記憶力衰脫 為什麼咧 其實我們多睡不多休息 所以什麼東西 都不是越多越好 包括說 不是越早起越好 越早睡越好 可是睡越多越好 睡越多越好 就是六到八個小時 它也是有一個期限 如果說整天睡到十二個小時 那是身體有問題了 對 而且會越來越疲倦 因為你越睡的時候 你的代謝會越來越慢 而且你本來是應該精力充沛 你又硬逼自己去睡覺 我們精神已經起來 白天是入陽 晚上是入陰 你硬要讓陽入陰 你就會覺得身體不舒服 就是說你身體是醒的 可是你精神是休息的 所以你其實身體 沒有辦法得到放鬆 你只會覺得說很昏沉 然後整個代謝變慢 然後體力變不好 所以我非常不建議 睡回容教 我覺得如果真的睡不好 然後起來精神不好的話 你可以沖沖熱水澡 讓自己身體 就是精神變好一點 因為它會讓循環整個變快 可是醫師有時候 是因為這尿急 還是什麼有尿液 那我就睡 就是譬如說睡了 只睡了五個小時 就真的很想要起來上廁所 或說是拉拉肚子 對 那怎麼辦 那我就不能再睡了 可以耶 那就是那個廁所 因為你沒有睡飽 對 前提是說你如果已經睡飽了 睡飽了 對 然後你還硬不起來 還硬不起來 那不是 為什麼 睡飽了為什麼 我站得起來 對 我站得起來 一直不起床 其實醫生的問題 他有點搞錯 他不是因為尿液叫醒他 是因為你的睡眠的深度不夠 所以你才會感受到尿液 是相反的 是真的嗎 所以睡眠品質不好 對 所以其實醫生是一個 處於長期睡眠品質不好的狀態 才會起來 對 會覺得常會不舒服 或是想上廁所 但是如果不上會尿床耶 不是 那當然不是 這個是每一個人不一樣 睡很熟就不會有感覺 有的人一輩子在睡覺 他睡眠品質很好對不對 從睡到起床 中間不會起來尿尿 他會起床之後才去尿 那你像我們就奇怪 我們可能膀胱不夠力 就半夜我們就會起來尿 可能兩次 三次 有時候四次也不一定 對不對 老潘就很 我睡大概只有一次 因為你大概都超過四次 不知道幹嘛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來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一般人的睡眠 是六到八個小時 那如果說你睡眠 超過九個小時的話 你能不能睡得越多 基本上會對身體越好 我們想說幾件事情 其實我們 因為累啊 修復 那在修復當中 基本上你到了一定的程度 你墊充飽了 你就該起來做事啊 那反正你越睡的話 對身體健康沒有幫助 所以他們做個研究是 如果你睡超過九個小時 不是 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那我時間多OK 但它沒有害嘛 問題是你可能 我們身體是一個 我們人體是個直立的狀態 你沒事都躺在床上之後 你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 你的運動系統都會受影響 所以不知道說 你躺在床上也沒事 你不是一個病人 躺在床上躺久了 你整個 你在聽你這樣講 像我睡可能就要睡久了 我的壽命好像都變短的 這個有可能 變成臥床的老闆 有可能喔 對 有可能 所以他得到風險 你得到一些心血管疾慮的風險 或是死亡的風險 都有可能提高百分之十到二十 所以他說你睡太 如果睡很多 可是我們一起來 就跟潘老師去跳舞呢 可以吧 很好啊 對不對 我剛才就正要講 你早上起來發來都沒事 你就來找我 其實馬斯莉 你問的問題很好 如果你起來之後 你就去跟潘老師運動的話 你會發現你隔天 精神 你不用睡那麼多 你起來精神一樣很好 是不是 真的喔 對 你就會睡到那麼多 所以我又再對你 你願意接受 他跟你們兩位示愛 對 要接受嗎 其實我覺得會耶 因為其實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怎麼樣 你都覺得我怎麼睡 就是睡不飽 後來我就實施了一個方法 我起來的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跑步 但我一跑完之後 我就會沖個熱水澡 我整個人就覺得 哇 新的一天開始了 你的睡都睡不飽 是說你的時間 已經有拉到了 對 起碼七八個鐘頭 對 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怎麼睡 然後再回去睡怎麼樣 永遠都是睡不飽的狀態 然後永遠都很昏 學習人力也很差 其實有一種人 他說為什麼我到現在怎麼睡 我都好累好累好累 對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真的睡很久 他可以從晚上十二點睡到隔天的 中午十二點過後 對 現在是睡一輪的 睡一輪那一種人 還不少喔 睡半天的 然後到了現在發現出了社會 開始工作了 他不可能這樣睡 對 結果他只能睡七個鐘頭發生 對他來講少很多 好累 我們發現這一群族群 的確研究是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 他氣血活力不足 然後本身也是偏貧血體質 所以他需要比較久的睡眠 然後他沒有辦法醒著很久 那久了久了 他就變成像卧床的那種人 他整個心被活力會越來越低 所以要改善他的活力 對 所以他其實要去 練他的肌肉量 不然他的代謝越來越低 他其實是越來越疲勞 我覺得有個方法可以評估 怎麼樣有沒有睡飽 就是說你正常睡醒之後 你會不會有餓的感覺 餓 會啊 如果有咧 因為有表示你有睡飽 你的腸胃已經舒心 他整個消化功能都已經代謝完 其實我剛剛那個表友 就是五點到七點走大腸的經驗 所以他自然那個時候會餓 身體會覺得想要吃 他會醒過來要覓食 這是我們的本能 那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現代人平常工作很忙 人就睡得少 那我可以用一週去檢視嗎 譬如說我真的禮拜六 我睡得比較晚 我睡了十個小時 十一個小時 這樣有稍微可以彌補一下嗎 我非常不建議六日補眠這件事 真的 你六日補眠 你寧願六日就像平常這樣早起 但是你的補眠時間可以久一點 這樣才不會因為六日晚起 變成你一到五 又要在這邊調整你的早點睡 你的補眠時間九點是說 比方說中午的十二點到一點 你可以睡到四十分鐘 甚至五十分鐘 才多 其實睡眠十分鐘就差很多 給大家一個概念要睡著 對… 其實大家概念說 我們一個睡眠週期 正常的一個睡眠週期 大概都在一個半小時左右 所以你睡覺時間 要抓那個一個半小時的整數 對 四點五個小時或六個小時 所以你如果真的睡午覺 為什麼睡午覺 只要睡二十分鐘到三十分鐘 這樣基本上那時候 我們做個研究說 你只要睡那個樣子 你在醒來的時間 你會覺得很有精神 所以為什麼小科哥 你怎麼會說醒來的時候 會覺得說那種感覺不一樣 因為有可能剛好是在 你在睡眠週期的時候 那個時間一起來 你會覺得那樣很沒力 可是當你按照你的睡眠時間 睡二十分鐘後 你醒來那個感覺 會是比較好 那這塊如果你要超過的話 你要只能睡一個半小時 你會睡超過一個半小時之後 再多睡的話 第一個你醒來 你會不會覺得有精神 那這塊那個一個半小時 會又影響你晚上睡眠 那個一個睡眠週期 又影響到原本的週期 所以說你如果禮拜天要補眠 就是說你正常的時間醒來 中午多睡最多最多一個半小時 我睡過三個小時 晚上又睡過了 你是一點五小時的兩倍 那你晚上又會折損到 對 反而惡性循環 對 好 那彭醫師 我還是很需要再請教你 那如果說真的要找到 神清氣爽 不需要再睡迴龍覺 有什麼方法嗎 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跟大家講 真的非常有效 只要靠你的 拳頭就可以了 拳頭擠嗎 拳頭擠就對了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人體 我覺得就是一個氣血 它來就是循環 很好的一個狀態 如果你氣血循環得好 你就覺得神清氣爽 那我們頭有一個穴道 叫做百會穴 百脈之會 對 找的位置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耳尖對上來 耳尖對上來的這個橫線 那直線就是我們鼻子跟脖子 正中交叉的這個點 這個點呢 以你的拳頭 很用力的去敲打三十下 要有點用 三十下 很用力 對 要很用力 大概像這樣子 有收到聲音嗎 像我這樣敲起來是 因為很沉 然後就是很結實的聲音 表示你的身體是很健康 如果你頭皮是很軟的 你根本敲不出聲音的話 你就是要稍微有點用力去敲它 它是一個啟動 它其實一整天 如果百會穴被啟動之後 它開始認讀二慢 就開始循環 真的嗎 你就會覺得神清氣窗 起床就敲三十下 起床就敲三十下 對 你會覺得整個眼睛都亮 像大家敲三 而且有開的感覺 對 敲個三五下 它其實整個經絡就開始循環 醒腦 幫你醒腦 這個百會穴提神 醒腦 還可以促進睡眠 兩個完全相反的作用 可以在同一個穴道上找到 因為它就是雙向調節 讓你如果說免疫力太高 容易緊張睡不著的人 它可以放鬆 讓你就是疲倦的人 它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 所以經絡的保養 是我一直很推薦的 我這樣敲著敲回去想睡了 這敲到後面嗎 這敲到後面嗎 你敲死了 所以我就說Eason 你敲太後面了啦 敲太後面了啦 敲錯了啦 我是把自己敲暈了是不是 對啦 敲不對 要敲你一點 對 就是在正中間這個位置 對 所以除了我們敲這個百會穴之外呢 潘老師 我們來教大家一個運動 行腦操 對 早上一起來不得了 精神特別好 運動一下 當然嘛 這是一定要的 來囉 是不是 是 行腦操 好 行腦操 觀眾朋友 你要跟著潘老師一起 來一個行腦操 就這樣就行腦了 你讓別人看的時候 潘老師跟我比這個 他就醒了嘛 所以你教完了是不是 對 還沒有 謝謝潘老師 還是好不好 行腦操要簡單一點 因為早上起來你也知道 精神有時候 對不對 要睡不好怎麼辦 你看我們有一個動作這樣 你可以做一個這樣 開閉的動作嗎 可以 這樣你看 開閉 好 身體放鬆一下 身體放鬆 你隨便地擺動 隨性地擺動 我要你很輕鬆地擺動 這樣可以嗎 我讓你五六七 開閉 然後擺動一下 很好 然後再做一個開閉 又擺動一下 又擺動 對不對 如果我從旁邊這樣 開閉 我兩邊一下 一樣可以 然後放旁邊再開閉 又來了 我們四個面 四個面 我要你很輕鬆先隨心地擺動 好 那第二個動作一樣 來 觀眾朋友跟著潘老師 好 記得 好 來 你看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好 這個時候碗筷放下來 對 你怎麼好像是先開的嗎 對 OK 好不好 打開你的雙腳 打開雙腳 換一下 身體再換一下 很好 再換一下 輕輕地擺動一下 很好 你看看 然後這個動作有沒有很簡單 這個簡單 對不對 很簡單 好 那這個動作 你看還有一個動作 來 把手抬起來 輕鬆一點 就像你打個拍子一樣往後 我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很好 對 就這樣 這樣 有沒有 是不是很簡單 不錯 對 很簡單 這很溫和 對 這夠溫和 第三個動作是這樣 你也知道我們早上起來 我們常常會這樣伸伸奶腰 對不對 這樣伸伸奶腰 這個動作我們這樣 彎腰 然後起來打一個拍子 你看 彎腰 起來 彎腰 打開 來 彎腰 起來 彎腰 打開 換 這裡要換 要換動作 麻煩你看我 看著我 彎腰 起來 彎腰 打開 換邊 彎腰 起來 彎腰 打開 就這麼簡單 很好 簡單對不對 你說我們早上起來 常常也會跑步 對不對 我們會帶大家跑步 他跑步有很多這種方法 一個是 打開你的雙腳再一處 OK 我這樣跑步 我是刻意的這樣 從兩邊這樣跑步 對 然後並腳再跑步 OK 這兩個動作簡單對不對 一個就是我要 你的右邊或者左邊 這樣前後 有沒有 你家住在哪哪路安 我家也住在哪哪路安 這個小柯同學 不是這樣子 你都幾十歲了 你怎麼會這樣跳 你還投著紅腳 小柯 你這個叫戰士舞 對不對 這是戰士舞 我們是風力氣 你不用這樣 那你幹嘛投著紅腳 好不好 你不能音樂 所以晚上尿尿床 你就會這樣跳嗎 還沒跳 那這幾個都很輕鬆 對 你今天不要覺得看 速度快快吧 輕鬆一點 來 跟著 不快 不慢 老師給我音樂輕鬆擺動 來 預備 go 前面都會 好 輕鬆一點 先隨便擺動有沒有 好 一直跟著一起 準備要扔葉片 準備打開 go 2 3 開腳 2 3 開腳 2 2 再開腳 換邊開腳 2 3 換邊 2 3 換邊 2 3 中間 2 2 第二個動作 放鬆 剛才是不是做過這個 是不是很簡單 很輕鬆一點 好 然後雙手舉起來 給我深深懶腰 go 往後走 很好 再往前走 剛才我們說過 要彎腰 手打開 彎腰 打開 上手 彎腰 打開 上手 很好 難得那麼轉型 不得了 再來兩次 彎腰 打開 放手 怎麼轉型 馬姐厲害了 再一次 很好 很好 我剛才是不是教過你 早上起來要跑步呢 對 好 打開你的雙腳 很好耶 好 腳 橫起來 我一次都做對了 很好 3第五來了 3第五 2 3 4 5 6 換邊再來 準備第一個動作 然後就結束了 第一個動作 2 3 原地 再一次 還要最後一次 給我擺個姿勢 有沒有 今天很爽快 有累喔 老實說 做完感覺怎麼樣 馬姐 馬姐 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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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了但有沒有神清氣爽 有 有 眼睛都亮了 但我覺得還是這樣敲比較快 真的 這樣敲不用敲 你要拿起來敲30下就算了 怎麼樣 有FU嗎 有FU 你敲是用敲的沒有問題 但是用運動的 它可以讓你的身體健康狀態 可以一直持續 而且心肺也好 對不對 而且這個板也不會再尿了 這真的嗎 對 非常好 OK 謝謝潘老師 謝謝 謝謝 好了 那麼除了早睡早起 除了睡回龍覺 還有一種 晚睡早起 來看看 經常晚睡早起 會造成生理期不規律 甚至不孕嗎 圈插請選擇 全部圈啊 全部圈是因為 來 馬姐 自身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有 有 因為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晚睡晚起嘛 對 因為其實我們早上沒有太多事情 所以我們都在睡覺 所以每次以前 只要我要拍戲的時候 要早起 我要完蛋了 對 那個月我一定是 不來 不照時間來 那你就會很麻煩 真的就亂掉 對 而且如果說那天我熬夜 最後我精神不好的時候 我肚子也放出來了 就外發這樣 走路也 對 你知道我都會走行 你知道嗎 所以只要我拍戲 所以你知道 每次我的經驗公司 都會發現 只要我拍戲超過三個月 我一定會肥一點 就完蛋了 就完蛋 整個人走行 肚子也大了 也胖了 腿也出了 然後皮膚也壞了 也壞了這樣 對 然後走路也沒形象 就是你不會再顧這麼多 因為你很累 對 然後人家跟你講 隨便 不是 腦袋都累到空掉了 還關什麼東西 腦袋都空了 對 小Call 馬姐也是有自身經驗 妳 我其實本來就是 那個 驚奇本來就很不順的那一種 但是如果說 我如果又沒有睡好 就是晚睡又早起的話 我會覺得 我那個月來的時候 會特別痛 會驚痛得更嚴重 甚至就是 不是吃冰 不是吃冰 因為其實我知道 我的驚奇不順 然後會有一些腹痛之 那個驚痛之後呢 我就會告訴我自己 要少吃一點冰 但是如果我在睡眠品質上面 沒有把它做好的話 我有時候 甚至一個月會來 好亂喔 對 或一個月都不來 兩個月來一次的那一種 都是亂七八糟 除非我的生活一定要很規律 不能像這樣子 就是睡不飽不行 對 這很誇張 那Eason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是其實 他有在上班 但是他的習慣就是 他每天下班的時候 一定要跟朋友打個兩將 或三將 所以他這樣長期下來 然後因為他後來結婚了 然後現在想要生小孩 發現他沒有那麼容易受孕 然後就要找很多 其他人工的方法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做出一點真的傷到了 對 是傷到了 好 但是有沒有可能 真的是因為這樣子傷到的 來 彭醫師 而且這已經有研究 晚睡早起 根本就是每天熬夜 睡眠不足 所以對女生的影響就是說 他整個的荷爾蒙濃度會下降 他幾乎是不排卵的體質 他根本就沒有一些 就是動情激素 跟黃體激素的這些規律 沒有這個規律 內膜不會增厚 不會變薄 第一個沒有辦法著床 第二個他沒有辦法就是受孕 再來就是他整個經期會亂掉 甚至提早更年期 因為他的荷爾蒙濃度 是下降的嘛 我們中心叫 就是這個道理 那同時也會容易怕冷或疲倦 或是身體 他就是像馬姐剛剛講的 他根本就已經沒有一些自治力 他就是會覺得脾氣很容易暴躁 然後說什麼都隨便 然後整個就是對於這種 意識下可以控制的活動 是很薄弱的 因為精神太不好 男生其實也會 男生也會不孕 男生會怎麼樣 其實會不舉 不舉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 蜜乳激素的 這個太嚴重了 真的 對... 這是我們自信心的來源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是荷爾蒙影響你的 你真的沒有辦法去控制它 因為你常常就是晚睡又早起 你的睡眠時間不夠 你男性的激素分泌也是過少 再加上女性的所謂的 女性的蜜乳激素過高 你會變成所謂的 你會不舉 心慾才會降低 那這樣是不是很可怕 那對小孩子也是一樣 小孩子不是那一類的問題 它是身高 剛剛講的 生長激素 對 所以老人 小孩 男生 女生都一定有影響 所以老實說晚睡對身體 還有一些免疫方面的影響 其實是影響非常的多 不得了 那王醫師 你的補充呢 剛才提到說 其實晚睡的人 會覺得說 其實我晚睡 可能說我在消耗熱量 基本上我應該會變得 比較瘦對不對 對 其實現在的研究是 當你睡眠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分泌你的什麼瘦素 對 這個瘦素會讓你反而 你的新陳代謝會提高 反而你比較不容易 對 比較瘦 那你不睡覺的時候 這瘦素不分泌 你的問題就出來這邊 對 對 我就是這樣子 你知道 所以我每天要睡滿八個鐘頭 我只要睡眠不足的時候 我就發病 就沒錯 所以說基本上這裡 研究月療有時候 其實它這個睡眠 影響我們身體很多荷膜 那剛才其實彭醫師提到說 它影響什麼 免疫力 會影響你的身體的 零八卦的免疫力 自然殺手的免疫力 所以當你睡眠不足 我們剛才有提到 每天如果睡眠 少於五個小時 常下你的免疫 會加上百分之三十 那剛才提到說 三十那麼多 對 那剛才說 我們腦袋其實基本上 為什麼要睡覺 睡覺為什麼其實要做夢 那其實基本上 這個夢實際上 你在釋放你的壓力 所以不要在意說 那個做夢是壞事 所以很多人知道 打破這個名字 其實做夢也是個好事 那你把你壓力做釋放 那剛才提到說 睡眠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腦袋裡面 每天這麼多資訊 什麼資訊是要記得 什麼資訊是下禮拜 有什麼活動 什麼時候是下個月要考試 這就要從睡眠中 去慢慢把這個做存檔 當你睡眠不夠的時候 這些資訊沒辦法存檔 你該記得不記得 不該記得你也記不得 那整個生活做一個亂調 所以說基本上 其實你睡眠不夠的人 其實我們常說 從頭到腳 從裡到外 都會受影響 所以說人生求什麼 能吃 能喝 能尿 能拉 能睡 再求你的大富大貴 或者這些東西都是不能 OK 好 但是Eason 這個就很難轉 聽說一個晚睡著急 暴瘦 對 因為我平常 我平常都差不多是 早上五六點 我一定要看到太陽 就是已經亮起了 然後我會 對 我會在那個時間 曬一點太陽 因為我想說每天都要 曬一點太陽是好事 我會在那邊 就是差不多太陽升起 曬了十分鐘以後 我去睡覺 但是我會睡得滿飽的 我會睡到差不多中午十二點 或下午 如果是沒工作的話 要下午兩三點 然後可是這樣子我就發現 我本來一天應該吃三餐的 可是因為我後來醒的時間 變少了 所以我一天可能就只吃兩餐 而且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我吃的時候 就會變得吸收力很差 然後就變得很容易拉肚子 然後我差不多這樣子的 作息維持了半年的時間 我就瘦了十公斤 我那時候瘦到 對 太瘦了 太瘦了 可是我就覺得奇怪 我每天都有吃 我只是每天都少吃一餐這樣子 因為我就那個時間在睡覺這樣 然後我怎麼會突然就這樣變 就是體質也變得很差這樣子 對 不過這怎麼會影響到這個層面呢 王醫師 其實基本上 當我們身體睡眠不夠的時候 其實影響力 就包括你的消化吸收 都會受影響 那基本上是你的自律神經 你的膠感神經 跟腹膠感神經 也會變得不協調 那其實這個每個人 他處在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但剛才提到說 其實有時候 當你睡眠變少 我們曾經做過的實驗叫什麼 我們曾經有過讓人家 動物或是人體 就是讓他 本來他的睡眠時間 都是七個小時 故意讓他少一個小時 或讓他少兩個小時 這樣結果他醒來之後 他整個那一天的專注力 都會變得很差 甚至我們常說以前 我們都在二四世界大人的時候 對於那些 就是說那種戰犯 他會用真的 用剝奪睡眠的方式 他基本上其實很多人 我可以告訴你 你讓他不睡覺 他過五天之後 他腦袋會自動強迫關機 人就倒在那邊 而且要等他休息過之後 他的腦袋才會醒來 真的嗎 所以說人體基本上 其實腦袋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個很特殊的東西 可是基本上 我們一定要順他的時間 讓他去睡 每天少睡個一兩個小時 年輕的時候或許可以 等到你慢慢累積那個傷害 你的免疫力不好 內分泌不好 腸胃不好 真的要靠後面的時間 才能補回 但如果這樣的話 有的人真的是礙於工作 或礙於有時候 家庭的環境 晚睡造型是這樣子嗎 那你衝些什麼 我覺得上班的時候 我都一定要推一個 綜合維他命 有用嗎 會感覺心裡有點安慰 那起碼這樣 還有一個安慰劑 不知道 應該說我們西醫有時候 會給病人幾個建議 其實中醫大概有一些配方 那基本上我們當休息的時候 當然不管是你說 或是走肝筋或肝膽筋 基本上身體就是要修復 那修復當中 其實B群是最重要的 那B群一定要補充 那這塊我們補充一些 鈣或美這些東西 那你從一些日常生活中 多一些蔬菜水果 或是優質的蛋白之外 補充一些東西 那記得不要熬夜吃什麼 吃什麼零食 吃什麼薯條 炸雞 或喝那些啤酒 那些東西對你身體來說 完全沒有幫助 反而會造成腸胃或其他的負擔 反而應該喝一些 中藥的茶飲是嗎 其實我建議 如果你長期 其實必須是這種生活型態 就是第一個 就是要想辦法能睡得著 那其實剛剛的方式就是 擺會穴的前後左右 各一公分的位置 我們中心叫 神就神明的神 聰明的聰 它不但可以提升我們的記憶力 還可以放鬆 如果真的是很久 沒有辦法好好睡個覺 頭皮敲一敲 前後左右鄰居也敲一敲 可以讓你放鬆 第二個就是說 你平常就要避免吃一些 油炸刺激的食物 那個時候吃的東西 一定都要是以養脾胃為主的 建議多吃一點像 糯米類 羊肉 或者是一些山藥等等 健脾補味的食物 那你的精神還是維持很好 然後同時它又可以養心安神 所以晚上睡前 我會吃一點龍眼肝 或是葡萄肝 堅果類 好的油脂幫你放鬆 那平常三餐飲食要多吃魚類 像DHA Omega 3 它都是可以提高我們抗氧化 以及讓我們身體 更健康的一些食物 我們就推薦給大家 好 對 所以如果說晚上睡著 有的人身形也變形了 健康也慢慢流失了 潘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其實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你真的想運動的人 他自然就會運動 他不想動的人他就是懶 那我說給那種懶人 他就做什麼樣的運動 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如果早上我到公司來 我昨天因為沒有睡好 那我也想讓自己的精神是好 好一點 可能我命比我欠了 就是坐在椅子上 那我跟你說 你只要把身體彎下來 那你的腹部核心 有在支撐你身體的力量 我們做一個原地跑步的動作 一分鐘 你試試看 你只要站下來說一分鐘 然後這個原地跑完之後 你把腳抬起來在空中跑步一分鐘 就這樣 兩次 真的很累 就兩次 你不要覺得兩次你還覺得累 那你活得就沒有意義了 好不好 你的人生不管這兩次嗎 是不是 尤其是騰空很核心繼續 所以我說我要你在原地跑一次 然後在抬一腿跑一次 都是兩分鐘的時間 就一次 每一個動作一分鐘 那好比說你說 這樣還是很難還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如果真的覺得很難 那你往北走一點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覺得難 難忘北走 對 你願不願意去坐而已 而且我也是說 剛才我們在前面教過 大家起床的那些簡單的方式 對不對 那裡面的任何一個動作 你只要選擇 你自己可以適合哪一個動作 你就拿那個動作出來 好 對不對 他比如說我們做一個開手 我是一個一分鐘 對 那就是一個在運動的一個方式 對 就像我們王醫師看 一個人在外面坐 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跟他坐了好幾分鐘 對 對不對 就是我早上五點半起床 那就是很健康 所以我覺得馬姐是OK可以的 你多幾次 下一次講話 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 七天你都不會累 真的 所以會走 所以要常常運動對不對 對 過量會好 對 心肺才會OK 對不對 黃醫師還有什麼樣提醒 針對睡眠 其實我真的很記憶運動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一個完整的時間 把握零碎時間運動 也OK 而且鄉下人看 城市人很奇怪 為什麼要搭Uber 坐計程車 鑽車 然後到一個吹冷氣的地方 運動完 然後再繼續就是又坐計程車 對 因為他們都是直接爬樓梯 然後走路 然後這運動量也夠 所以我們其實真的都是藉口 零碎時間 比方說走捷運 一站三公尺 用走的嘛 走過去就好 或者是平常就是少坐一些公車 少搭捷運 然後平常就是多走路 多運動 我覺得用零碎的時間 跟方法來運動 效果就很好 對 運動得好 你可以放鬆 然後醒來的時候 再啟動一下百會穴 你就可以睡得好 又起來 又神經激爽這樣 這是整套的對不對 對 要活叫動 是 所以各位 要來動 好 準備囉 剛剛那個潘老師 早上起來馬上精神醫院 現在是要幫助大家睡眠 睡一個好覺 在睡前的運動 早上起來精神更好 好不好 真的 潘老師 方向跟我同一邊 這樣你會不會 會 會 好像一朵玫瑰花我送給你 有沒有 一個八拍就好 好不好 我們一個八拍 來 1 2 3 4 5 6 7 8 手轉 3 4 5 6 7 8 有沒有很簡單 好俏皮 俏皮對不對 然後前前後 前前後後 前前後後 終於對了 為什麼 但手怪怪的 手怪怪的 前前後後 那兩邊會不會 扭扭 扭扭 簡單吧 可以 我們最主要是把這個副歌記手 好 其他動作很簡單 好不好 同學們跟著潘老師一起 好 不要滾下來 好 老師 音樂 前面忘記了 前面 然後有一個前奏 是不是 沒有 還有一個前奏 你昨天晚睡早起 不是 昨天是 對 晚睡也沒有起來過 對 左右邊這樣 擺動這樣 Single single double 一個 兩個 一個 兩個 就這樣而已 好不好 其實很簡單 老師 來 音樂 please 停 OK 五 六 手擺起來 一個一個 兩個 放輕鬆再一次 很好 你看 王醫師 王醫師 你要不要進來 預備 剛才教你的記錄記者 五 六 七 手在哪裡... 好 前後... 很好 屁股在哪裡... 屁股... 好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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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走位 右邊走 看 什麼 再一次 走... 左邊 右邊 左右... 右邊 左邊 好 李陶恰 芽芽 很好 把手舉起來 跳起來 腳勾 跳起來 好 算了一次 很好 左邊拍一次 然後跳起來 然後你的手跟腳給我 很好... 你看老王多厲害 你看老王 再一次 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馬鐵不錯 好 給我一個阿狗狗好不好 阿狗狗換邊 前面... 好 來探聽 再一次 很好 很好 那麼短時間 給我一個原地跑步好不好 好 爬起來... 大聲的叫出來 好 準備 我送你 還有啊 前面 後面 很好 最後一次 我送你 什麼東西 小偷 跳起來 我送你去上廁所 前前後後 腳給我 好 結束 就是我 謝謝 謝謝 開心 這個時間剛好跳完之後 然後休息一下 洗個澡 晚上好睡了 所以我們這樣跳完一整首之後 我發現 我們流一點微微的汗 馬鐵去哪裡 馬鐵 他這樣坐下來了 他前腳有在顫抖 我去找椅子坐一下 忍住 但是你覺得 很累 流一點汗 新陳代謝 洗完澡 恢復元氣 然後睡覺 因為它那個新陳代謝好 睡得好 對 對不對 前腳不要抽動嗎 會嗎... 他沒有老到要抽動嗎 但是我覺得流汗很好 人家說流汗就起床 或排毒 對 人家就健康了 天氣好 開心 很好 開心 不管是睡前的運動 早上早起的運動 敲頭的運動 還是有些生活飲食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照著做 真的 好 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